字幕提供 这是我这次整天的时间表 我们要做的就是妥善利用开源第一小时跟必源前两小时 本日环球影城七点提早路源,七点十五分开门 由于没有购买提早路源,所以不直冲超级任天堂世界 路源第一个游戏先选哆啦A帽,这是全园区会排最久的游戏 我玩一玩一个,就已经开始晕了 然后确实我花了半个小时,然后现在时间是8点09分 那马利欧世界已经超到下午3点到4点的这个区间 玩玩豆拉A梦,想玩云霄悲涩的就去玩好莱坞美梦 闔家换路线就先去玩小小兵 时代的眼泪,感全到齐的蜘蛛人也在这附近 旋游戏 大家好 authentic 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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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爱着衣 出炸雞 由串科 單人通到25分鐘 洗了一個澡 頭髮死 這樣可以在任天堂世界玩至少7小時 6點後馬力歐塞車走單人通道我花35分鐘 要新冒險沒有單人通道我反而拍了50分鐘 8點後來到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如果想玩飛天翼龍可以在官員前去排隊 總結一下環球影城單人通道的心得 早上一進去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會去瑪麗歐的園區 所以呢其實這時候在外面的 像哆啦A夢的天空城這個遊戲 平常可能會排到120分鐘的地方 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只有30分鐘 那如果說有這種遊戲想要優先玩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趕快先去玩 到9點以前外面園區會比較少人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像咒術迴戰這個4D電影 它因為是在一個超級大的電影廳裡面播放 所以像咒術迴戰這樣的遊戲 我就不會建議你在路緣剛開始 人比較少的時候先去玩 因為其實它就算是人最多的時候 大概也只要等40分鐘就好了 單人通道的部分 像耀西的冒險其實是沒有單人通道的 你也一定要跟著大家一起拍 那除此之外 飛天翼龍雖然有單人通道 但是當你到檢查口的時候 它會問你你有沒有 置物櫃的QR Code掃描卷 那因為單人通道其實並不會發 這一個置物櫃的掃描卷 所以其實它等於是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除非你本身是全身上下通了什麼東西都沒有 最後的話就是整個環球影城 它在最後一小時左右 然後各項比較熱門的遊樂設施 其實人都會少很多 我最後一小時的時候 玩了哈利波特跟飛天翼龍這兩個遊戲 那哈利波特跟飛天翼龍在這個時候 其實都只要花20分鐘就可以進場 而且這20分鐘裡面還包含了 我們去把那個物品放到置物櫃的時間 所以其實實際上排的時間 在最後的時候是非常快的 以上就是我個人這次去環球影城 在沒有體操入場 也沒有用快通 只有用單人通道的一個情況下 然後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得